歡迎收看駭Sir手機 駭Sir,之前已經說過何時會見底 何時會反彈 但一到一些政治史 好像這些東西就完全守不住腳 可以這樣說,可能守不住腳 不過亦都可以守得住腳 日期方面就很難守得住腳 不過水平方面就應該可以有些跌跌 可以守得住腳 因為最主要很簡單 就是無論怎樣也好 如果去到有斗令一個橙 真的有人賣 10元一個橙 就算你沒有什麼政治也好 天下太平也未必一定有人賣 所以這個問題是價錢問題 至於何時會到斗令的橙 沒有人知道 所以日期就可能沒有那麼可以有參考性 反正水平是應該有這些參考性 就算你在水平上 買了之後就蟹了 沒有什麼所謂 很簡單說 例如2008年之後 你在10676買了 不要10676 因為10676是見底 你這個11000點賣了 跌落到10676 你就死了 我輸了 真到今時今日 不是11000點 跌到現在9 你也賺了一倍 所以這個過程中 最主要就是 不是你什麼時候賣的問題 是你什麼水平賣的問題 這就重要了 我記得石sir之前提及過 在25000的位置 如果港股跌 有機會去到22000 現在就去到22600 22000 我以前說是22800至22500 如果不幸運 就會是 當然 你還要下22000 二折更低 看看你香港究竟是 列成怎樣 看看香港就會是 衰成怎樣 現在這些位置 或是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好成怎樣 可能是好成怎樣 有民主 挺好 是 現在暫時看到這些位置 但其實這些位置 都沒有看著 不是 都是先看著這些位置 是 因為事態發展 很簡單 事態發展就是 多給一個星期 現在很樂觀 多給一個星期 對 到時 學聯和學民 見完政府之後 即是 要大家繼續 扔煲 就搞定了 其實最初很簡單 很快樂而已 接下來的事件裏面 將這個星期六 日 和下一個 一、二 是 變化可以很快樂 因為應該理論上 大家 雙方的見面日子 就很接近 是 見完之後 就知道應該怎樣 即是 見得好就好 如果見得不好 那又怎麼辦 沒有問題 繼續守住 跌多 跌多 一千點 二千點 三千點 五千點 一萬點 我們未見過嗎 是 10676我們見過 不是很遠 不是很遠 是 即是這些 又不能死 最重要是 你先不要死 尤其是 你死了就算了 而且 你死了之後 你又見不到 又不需要見 所以現在最重要是 這條命很重要 保住你的命 保住你的本 這個很重要 現在是這樣 都沒有買顯身工具了 又不是 為甚麼 顯身工具可以買的 顯身工具是 小小銀 是 即是這句 少注意情 少注意情 你真的很簡單 你買上 買下 都可以 沒甚麼問題 不怕跌多 你說一萬點 真的 如果你買了下 跌一萬點 那就發達 是 你買了上 跌一萬點 你虧了一個 是 Premium Premium 你買一張 更厲害 你不要買那些 即是 ad the money 那些 你買一些 即是一二八點子 那些 即是 五千元一萬元 有些人 賭錢 賭錢 都不止 五千一萬 是 賭賣肯 那麼久 肯落本下去 起這些人不肯落本 其實這些情況之中 肯定是好過賭賭的 因為賭賭 你的或然率 是 如果是十四個馬 是十四分之一 即是這個或然率 是二分之一 噢 不 對不起 應該是三分之一 不是升 就跌 不是升 又跌的話 就橫行 只要是 你買升 它是跌的 和橫行的 你也不會有錢收 是 是 所以你輸的機會是三分之二 贏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好過你買馬賣成 可能輸的機會就是十四分之三 贏的機會是十四分之一 是 不如看看港股近期走勢 好像真是一般的 不如先看看 是 好 我們看看港股近期走勢 跌了很多 在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朋友留意一件事 嘩 現在這裏來到這裏 之前低位 之前低位沒有支持 有支持才會彈上去 這個世界不一定 是 這件事可以開下去 一邊開下去的話 這個還是繼續上去 是不是 繼續上去 只不過代表波幅是拉大了 國企指數又是這樣 變成一個大喇叭口 上證指數 不是 人家修喇叭 深圳人家修喇叭 那代表甚麼 很簡單 你香港死就死 A股繼續繁榮安定 不過當然 它現在的情況 就不是這樣 因為你要知道 A股現在是國內放假 放假回來 點款就不知道 好嗎 好了 再一次 Dow Jones 這個真的要留意一下 大家看看這裏 就這樣 開始跌下來 好像跌下來 你就看看 我們如果不看這裏 只要看這裏 是否也好像這樣 它會繼續下去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那就不得了 是 是吧 好 我們再繼續看完 這個Dow Jones C公平平均指數的話 這個大家就看 它會開始是抹開了 是 如果真的有抹開的話 那就有問題了 好 日經呢 我們順便看看 日經又開始在通道底 那裏 通道底之後 會不會再增加上去呢 那我自己覺得 有些困難 是 我比較傾向它會 一底再低於一底 再低於一底 是可行的 如果是可行的 如果是可行的話 即印、銀紙都可以救到經濟的話 每間醫治店 都承認了掛一個名字 叫做救苦救難金融中心 因為醫治店的印、銀紙最多 它也叫做陰獅子 好 好 請回這次佔中事件 和之前的政治事件 會不會有甚麼不同 還是可以同樣推測呢 今次事件和以往事件是很不同的 不可以這樣推測 我們看看這方面 很多外資大行 對於市場的風險就是這樣 第一 花旗說 佔中期間銀行流動性會在抽緊 即是怎樣 市場的賊息會增加 好 導致了很多事情 對於未來香港對沖的風險日價 就會高了 好 第二 美銀未想 反映了市場 我們不相信佔中是短暫事件 市場關注佔中 但不感到恐慌 這也是的 暫時不是恐慌 即我有這樣說 是 假如我拿一把戒刀 看著 起你一戒 是 這個都很短暫事件 很短暫事件 手未長 不是手未長 是 你掛了 是 所以你掛了 也是手未很短的 是吧 所以問題就是 佔中是一個短暫事件 就好像你把戒刀 你戒它這裏 還是戒它這裏 戒它這裏 戒它這裏 或者是怎樣戒 這裏都是短暫事件 戒這裏 是短暫事件 這裏是很短暫的 是 現在暫時 三秒都不用 暫時仍是戒助手臂 是不是 三秒都不用 這樣就掛了 是 這個是一念之善 一念之惡的問題 野村說 按照過去數字 政治事件的經驗 只會對股市構成短暫的影響 這裏是過往的 記住 凡是過往的 你可以不用理它 我待會再解釋 好 佔中對企業盈利 不會有即時影響 當然是人都知道 就算他現在在那裏前面 經營泊車位 一個泊車仔 他都說 少了四天的收入 現在他只少了四天收入 頂得好 還可以煩開 沒有理由 做四天就收入口庭 四十天 六十天 八十天 你便找得到 除非他加財千萬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將會是一定有所影響 香港很多人都是首庭口庭 是 到時真的找不到 現在為何沒有 好了 我又看一件事 這個是美元對港元的偷 是 是很短期間之內 港元是轉弱了少少 不是弱得很多 七點七五二 到七點七六八 大致上都是不見了 就是 少數位之後的 還有少數位 一個位之後的 不是很多 不過 在外匯界 這個已經是很大的變動 是 而我們知道 一去到之後 港元匯價就是七點七 和七點八之間浮動 好了 近年政治事件 對港元匯的影響有甚麼 很好的 我們首先由最底下 2003年開始 2003年開始 始終是7月1日 反對23年立法 恆指第二天升了0.27% 一個星期之後升了7% 所以不用擔心買不到貨 在這裡看完之後 第二天買貨 總之你拿回去 一個星期就完成了 好了 再其次就是 我們看到 最近要看什麼情況 就是佔中時期 佔中時期 佔中時期 佔中時期之後就會這樣 那 升的 是呀 升的 因為你說是佔中時期 佔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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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但這次是來真的 沒問題的 如果這次是來真的 看回這個圖 好 你想恆指 升還是跌 我想大家都想升 這個世界要現實一點 一定跌 不用想 要跌的時候 你想選擇跌 1028 要是選擇 671 那當然是跌得少 好一點 還是跌得多 可以趁低一點 兩樣的想法都正確 然後 最後一支貨 肯定是 我沽完之後 不是得了很多錢 算了 然後賣東西 便宜一點給我 我現在不收你錢 你後面便宜一點給我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又不擔心 噢 漸中 是 講完這麽多東西之後 你做 這個不做 嗯 很重要 是嗎 很簡單 情況就是 一 我今天呢 是穿藍色衣 是 支持網上傳說 你應該穿白色衣 穿白色衣 支持漸中 有些人要穿白色衣服 就穿反漸中 等等 又是支持 後來一做一樣東西 穿藍色衣 現在就支持警察叔叔 嗯 那我就覺得 警察 警察 警察他們 是需要自己支持的 哦 在今次事件裏面 很多人說 哇 你扔了87個 這個是催淚彈 嗯 催淚氣 那我就想請問 87個多不多呢 是的 需要不需要呢 很多人會看 哇 你有催淚氣 所以 於是呢 我就會 要流眼淚 但是 有沒有想過 催淚氣時 是六點鐘 嗯 扔完之後 兩個小時 大家看一下 畫面 電視畫面 是不是 警方和人群 隔開了 嗯 是不是 隔開了 於是大家再沒有 肢體接觸 是 是 大家知道這件事是怎樣呢 隔岸觀火 你眼望我眼望我眼望 是沒有再衝突到的 那這個是否 87個催淚氣 所產生的震懾效果呢 嗯 我不知道 有人開始會罵我 噢 在這裡罵我 罵我 沒有問題 你罵吧 但是我們要看 如果在六點鐘之前 我們看到很多示威的人士 他們和警方是有直接肢體衝突的 是 如果不是 胡椒噴霧噴不了你 嗯 是不是 那麼 在這點裡面來說 你會看到 如果一直都有一個直接肢體衝突的話 最終是始終一定有流血的 是 那麼87個 就使得大家分開了 嗯 坐過漢街 那講得很清楚了 你又不要碰我這條鐵欄 我又不過去你那一邊 是 那有人說 不是啊 韓國農民來到示威 警方都用了五個而已 幾個 是的 那為什麼呢 喂不要忘記了 香港警力三眼 嗯 韓國農民來到 那天抓了都二百多個而已 是 同時呢 在那時候 韓國農民 已經根本是走投的 嗯 你 即是那個會議已經開完了 是 是 開完 開完之後 他根本都會走的 嗯 現在還有一件事 韓國農民如果他不走的話 他就在這裏等死嗎 是 簽證到期了 嗯 大街出境 還有你到時佔中 因為他說 當時很簡單 就只有那二百多人在那裏 是 那如果你 根本情況中 我不需要用什麽 好 不可以定雞蛋都可以 因為我根本抬你走的 嗯 還有你也是很配合走的 根本要回家 是 是 所以他自動走什麽 所以根本不需要 這次事件將會怎樣呢 暫時隔開了 真的不代表 以後 他們不會衝突 是 是 我個人看 昨天 即使是星期四 晚 是 很多人之前說 哇 警方運了很多很多東西進去 哇 到晚上會鎮壓 我早就說 我應該聽 我跟同事說 不會的 嗯 因為沒有一個人 會再開始 是 要去 產生一個突發性的衝擊 是 因為現在來講 整體的東西 開始是說 哪一個人 先行 打人先 嗯 就叫做先撩者戰 哦 所以警方又不會撩你 是 就連這個學聯 和學民思潮都說 那晚 昨晚 不要衝擊 是 站在龍河島 嗯 是 他們都說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動的話 叫做先撩者戰 嗯 如果那天 警方 他不是在六點鐘 是 他去到七點鐘才撩放 嗯 那又不同了 因為到時很多傳媒拍得到的就是 哇 你衝擊了警方成個鐘 嗯 是 你怎樣呢 在當時之中 其實都衝擊了 但是有半個鐘 不過很多傳媒 是不再把這段畫面放出來 嗯 只是放出來打開幕 嗯 如果我們放回之後 你會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放 我沒有說 警方的放這件事 就是一定是對 我只是說 他放早了 噢 如果你繼續真的有這樣衝擊的話 我想請問 警方能夠做什麼事情呢 嗯 是 是嗎 那在這方面來說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有些退休的警察 白白話說 催淚彈和這個也是 胡椒噴目 是一樣東西來的 嗯 那在這方面來說 我又覺得 起碼大家看看後果 之後 是 是完全沒有姿勢接觸 嗯 我不敢說 在 再跟著之後 見面之後 就是學聯學民 和這個林鄭 或者政府三個做的 見面之後 會產生什麼後果 嗯 嗯 我自己覺得 大家怎麼會騙得到手 嗯 嗯 中央和政府 會不會對 學民和學朝 學聯的要求 有所退讓 嗯 而學聯和學民 又會不會對他的要求 有所減低 是 有人說 昨晚幾好 沒有要求 之前要求 梁振英辭職 才肯見面 是嗎 是 說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會突然間 突然間 不要求梁振英時政 都肯見面 嗯 嗯 人通放肆 你是 你是 退讓了嗎 當然不是 嗯 因為如果退讓了之後 因為不退讓之後 這個沒有見面 是 真是見面 那你認為這個見面 有沒有全世界的傳媒 在那裏 播了 嗯 會不會是關門會議 是 沒有傳媒在場 嗯 你認為 當然要求不好 大家就 不是 是嗎 一定是有傳媒在那裏 而一定會告訴你 是全世界的傳媒 嗯 都在那裏 將會是 這個是 學民和學聯 一個舞台 嗯 我現在才會告訴你 香港政府 這裏 這是他們 搭建一個 很好的舞台 嗯 政府不一定會 不是 政府一定要 這是一個公開場合 哦 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 關門的 嗯 是 講不過去的 即是 你要做了開 開了之後 門大開之後 你找得到 這個將會有一個 搭建好的 全世界舞台 是 那你認為 學聯和學民 會講甚麼 嗯 我不作任推測 是 哦 嗯 但是我只是問 他們會不會要求 一件事 好吧 我接受你人大的框架 不會 我估計不會 嗯 如果會的話 搞完這麽大場 大龍鳳 即是沒有搞的事 即沒有搞的事 那怎麼辦呢 嗯 因此 在這一次的見面裏面 政府一定會被人 問到就是 騙甲不樂 是 在這裏 他一定會是 你原先想定好的議程 你說 我只是談這些 不會的 我可以肯定去知道 是 一聲就會 所有東西 是叫遍地開花 嗯 因為也都只有這件事 他就會帶出最大的東西 我可以這麽說 是 我都叫做過示威 嗯 補調的時期之中的示威 很多我都有插法 亦都有參與 是 我是說不是參與 是插法 嗯 所以對於這件事 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五一三補調示威 我們當時是出動了 四千人他們去示威 我們出動了自己組織組的抖察 約莫約150個 是 後來去到差不多 二百三百個抖察 我們當時沿途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叫做提高警惕 嚴守秩序 嚴防破壞 嗯 我當時很清楚知道這件事 佔中三子 它是提出來 如果一有失控 它會call off佔中 是 它佔中 失控未呢 它可不可以call off到那些人呢 做不到 嗯 所以開始建宗三子 它們實現 是 它們實現 你call off佔中 真的沒有去控制到那些東西 嗯 為什麼你沒有控制到那些東西呢 為什麼我們在七二年五一三 我們也控制到那些東西呢 因為我們想控制嘛 嗯 所以我們選擇的路線 走的那些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四千人走的中環一血 是 是 我們沿著巴馬線局 紅綠燈局 是 是 紅燈我們停 綠燈我們去過 嗯 我們是用四千人 用了差不多二百至三百抖察 是 是 在這一點裡面來說 我只是說一個問題 你的示威 你是想達到什麼目的 若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看到 如果示威的目的 是有多樣性的話 嗯 那港股的前途 就比較有所憂慮 是 應該去買爐了 是 如果你賣到爐的 是 我猜一下 嗯 賣不到爐的 或者這麼夠 猜到 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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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 今天 我希望你 這個節目 可以十二點鐘之前 不要剪那麼多 直上 下午 如果有朋友 我不要說一定要他們走貨 你自己想 如果他的見面 是在星期六、星期日的 星期一回來 大局一定 不能走 是 如果希望他的見面 是星期二的 大家還有星期一、星期二 想想 那個情況 嗯 在這點裡面 我真的很希望想一件事 大家看一件事 究竟我們要求的是民主 是不是就一定好 我在這裏 我很坦白說 我很真誠地說 你敢揮你的民主 對香港是不好 這件事 我們儘管讀一段 不是被捕的文章 是頭條日報的 頭條日報 是盧永雄先生 他在巴士的點評裡面 在九月二十六號 他所寫的一件事 他所寫的是怎樣 他說 中環人突然傳來驚人消息 說在一場飯局之中 看到西方大國駐港外交官 當大家以為他會支持佔中 誰知道是完全相反 大國外交官竟然說 要先待著 那究竟這個大國外交官是誰 他又沒有寫得很清楚 不過人都猜到 你不是英國就是美國 大國的 是不是 好了 要接受這個提名委員會 過半數挑選得選候選人的政外方案 接受 比不接受好 這個態度 帶出在場者的意料之外 這個是外國的 外交官 當然 外交人 不要干擾我們香港的內政 你可以不聽的 你繼續聽完先 這位西方外交官 雖然明言 這是個人看法 大家都明白 外交官哪裏有個人看法 你做夢 他在講的是 國家的看法 他有國家的看法 希望藉此達到出去 告訴其他人 他認為 中國人大常委定出的 是政改框架 要求提名委員會 過半數選出特首候選人 的確是有限制 沒有說這個沒有限制 不是perfect 我都不是perfect 是不是 有哪個人perfect 有哪個制度perfect 你告訴我 這個安排 亦都是不理想 我都不理想 我講些話 你都不聽聽 令到有些人 不能夠參加特選 又收到選舉 但他認為 這個也沒有辦法 香港人應該要接受 否則就有問題 會影響到香港的繁榮穩定 有些人不認為不對 他說股市跌了就好 有壓力 真的不想想股市跌了下來 是很多人的強積金都會少了 好了 令香港的管治會出現困難 他認為接受了這個方案之後 有兩三個特首候選人 可以供市民投票 有得選擇 亦都是提高了特首認受性 他說在2017年 特首選舉前進行了 有了 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 又可以有改進 要不然你不斷爭拗 並無了結 正確就是原地踏步 有些人認為 原地踏步 好過是假踏步 沒有問題 反正原地踏步 你以為這個是假踏步 就是了 不真假又如何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外交官認為 中國最初的問題不是香港問題 他打趣地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上起床來 第一件事想 是否想到香港 因為想到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 未來十年 中國經濟應該是轉型的 會是出口型經濟 轉向消費型經濟 中國要做的事很多 有很多的工程 有很大的挑戰 所以主要不是處理香港問題 而言之又如何呢 處理橫琴好過 就學生的罷課 這個外交官說 年輕人有自己的看法 他不會看 他中期而言 他估計這些活動會慢慢收 當然不會了 阿sir 你看錯了 我說他 至於佔中 既然泛民說了 一定會做 要看他怎樣發展 他們都很緊張 會關心安全問題 如果有問題出現 他第一時間通知他們 起香港的國民 即是散水 至於泛民現在站得這麼硬 未來怎樣解決 另外外交官認為 現時大家沒有對話 中國政府 特區政府都要想想辦法 他聽到政改 另外在明年四月 現在還有些時間 雙方還可以溝通一下 他們也有跟泛民溝通 但是不會叫泛民怎樣做 以免給中國 只為干涉香港內部的事務 這個盧永龍就說了 聽完之後 議會者都對西方大國外交官的個人意見 都惡了惡 想不到他的觀點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如果這麼直接 要不說 要先待著 這個態度 和泛民的部分泛民 泛民的元老有些相似 雖然今天仍然是罵人大常委的決定 但最有底線是接受政改方案 而不是否決 當然政治風雲是變幻的 西方大國這樣的態度有沒有變幻 會否左右大局 沒有人知道 在這一點裏 我只是讀出 是盧永龍先生所寫的一個評論 他有他的資料來源 我沒有 但是他這個提法 會不會是給大家一個考慮 自由是好的 不過自由是很多種形式 英國有英國自由 英國有英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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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是同一個制度 自由是很好 不過我怕著 2017年有的時候 我2015年已經死了 是餓死了 在今時今日 我只是這樣說 很多小巴司機 很多的士司機 很多靠佣金而來做的 是前線銷售的人員 他們的生計將會如何呢 四日五日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都博有積蓄可以熬得住 四個月五個月呢 不用交租嗎 不用交學費 對 不用 十五年要交學費 現在在說 看讀什麼年班 要看 要交補助學費 還有 若然如果 很多的生活環節 都受到影響的話 我想請問 香港將會如何呢 股市將會如何呢 所以我講的二萬二 我起先都覺得 看圖 是真的會去到這裏 還會更加低的 我講的數字出來 嚇死人 都不要講 幾千年 不然有人又說我可以 我那時都說 為什麼會到的呢 如果可以到 那我今天就知道了 那你說看圖 有沒有可以幫助你去做這件事 看看這件事 圖在華爾街上的趨勢 因為當很多的大戶 他們在這裏 是在起鬧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出來的 嗯 當我寫這些問題 講這件事 很對不起 我不是今天講的 是 我在1998年 十一月 那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 是講會如何動法 嗯 你見不見了 是 為什麼 因為要衝擊港股 一定要找些事件事件 你才做到 那現在也有些人說 有某些人 在大行裡 有很多張旗子在沽空 其實你不一定是那些人 總之有批人在做事 他們都是做這些事 你靠這些東西 來找到飯吃 那些人損失會是什麼呢 好像1998年 打金融大學一樣 損失的一定是香港人 辛苦累積出來的是血汗錢 是我們將會 又用了十年時間 儲回來 預備去退休的錢 年輕人 你們還沒退休 不要緊 你們可以儲 我們這些老伯 不是那麼多時間 可以再儲回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最好希望 大家真的去談的話 真的大家讓一步 給一個心 每一個人所欠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說的 一定是對的 經常我覺得 我好像說股票一樣 一定是說得對的嗎 不要經常說得對 你一定是錯的 遇到你自己錯的時候 你要怎樣走線 走位 最害怕的就是一件事 堅持自己 一定是永遠正確 永遠正確 即將會是永遠錯誤 所以你說對於這個佔中事件 對港股影響怎樣 我只是說一件事 一念自差 是 現在是很奇怪 人家真的有哲理的文豪 真的這樣想 在迪更斯的雙城記裡面 一開始就說 他在說法國大革命 這次是最好的時刻 這次是最壞的時刻 這次是最好的時刻 這次是最好的時刻 The Tale of Two Cities 是 香港今天可能都是雙城記 不受傷的那些傷 這將會是 究竟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時刻 是一個最壞的時刻 也是一個最好的時刻 我們要視乎 真真正正 學亂和學問 你是想怎樣起這個 世界的傳媒的舞台上面 是否是去殺人一個片甲不留 還是留一手 我自己說的 《紅樓夢》第四回章節 有一句 我經常都是引以為戒的 就是身後猶豫 忙縮手 眼前無路 想回頭 我想將這件事 遲一點點 各位參與這個 這麼香港重要前途的會議 的與會者 我亦都給這句 給各位的炒股者 不是應該炒股者 你現在很難要炒股 喊股者 在喊股者 除非你在沽 你要考慮一樣問題 身後有餘 看著 望縮手 眼前無路 想回頭 是《紅樓夢》第四回章節 石Sir 十月了 胡廣通了 有些人擔心佔中應面的 很簡單 沒那麼問題 真的沒問題 香港股票買不到的話 不要緊 買上海股票 沒問題 大家把錢轉到人民幣 搬去上海住 怕不怕胡廣通延遲 可能直前不搞 會否延遲 我不知道 但不要緊 最重要是一件事 你佔中而已 香港沉下去就沉下去 沒問題 上海未沉 到時譬如我買一隻中移動的話 香港佔中移動的營業收益有多少 絕大部分中移動的收益都是來自國內的 我買個中國藍車 中國藍車時終在外國 發展的牽涉到資本額的投資額 或者收益額是多於香港的 若然我以後要買個其他等等的聯想 我想那些東西在香港賣多少東西 是不是 在國內賣多少東西 人家全世界賣iPad 即首席電腦賣到No.1 肯定不是香港人買 你每個人買Apple 買聯想也不會 所以這個過程中 香港亦是一個福地 不能買在這裏 上去上面買 沒問題的 因此 又再說了 廣交所到時 是否可以去到這麼多錢呢 我以前講過 要看成交金額 成交金額 到時成交金 是否可以去到14億 12億 一日平均 若然你這樣 降交所仍會有200元 或以上 即是如果你去不到 去到300至400億 就收工 六個元 70元 也嫌不多 是 麻煩石手 好 想重溫石手手的內容 歡迎登入witchket.com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見 請問